中方始终认为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是达成协议的前提和基础 加征关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这里需要做出澄清的是 谈判本身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 双方存在分歧 这很正常 中方不回避矛盾 对继续磋商具有诚意 美方威胁对中方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对类似的情况以前已经多次出现过了 中方的立场态度一直非常明确 美方对此也非常清楚 我们希望美方还是能够从中方来共同努力 相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能够解决彼此的合理关切 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协议 你说这个纽约时报这些报道我还没看到 但我想关于网络攻击的问题 不时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报道 但我想有关方面 就提出指责和指控的方面 始终没有拿出实时代的证据 我这里想说的就是网络安全 它是一个全球面临的一个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加以应对 我想中美之间在网络安全领域也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从中方一到 继续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 总是凭空地去指责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进行 就给别人戴帽子 我想这种做法并不具有建设性 感谢观看